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哈喽 听得到声音吗 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黄阿姨直播回来了喽 大家中午好 中午好 大家中午好 有想念黄阿姨吗 很久没有直播了喽 有一个礼拜多 一个礼拜多 没有直播 所以今天要回来了 因为年尾的时候 然后有像我们这样年龄的 有很多喜酒喝 然后年尾的时候 又比较多去走来走去的 所以会比较忙一点 就有很多那些喜酒 然后最近也有那些投票的东西 我们内容详情不能够在这边讲的 不可以问黄阿姨投水 这个我们不可以在直播讲 大家都会知道要投水 都不可以跟人家讲话 不可以讲 OK 这些我们讲笑就好 讲讲开心开心就好 不要管它 不要讲说 这些东西我们最重要要煮什么吃 最重要要煮什么吃 我们有没有用小美来炸花生 所以今天我们来用小美炸花生 花生在这里 因为之前有人问说小美怎么炸花生 因为有煮了好几个礼拜 有时候又没有开播 然后有些其他东西 比如说有朋友送这种的菜来 那这种的菜要先煮 不然的话会坏掉 所以这个花生不会坏 我们就压后 OK 所以就压后到今天终于有机会 教粉丝朋友们 怎样去炸花生了 而且今天我们教的炸花生 不是普通烤花生还是炸花生 是怎样用小美来炸花生 哦 哎 用小美炸花生很棒 它没有油烟的 你也不用去这样咯咯咯咯咯咯它 你就是放下去 二十分钟后音乐响起 你就可以把花生倒出来吃了 所以小美炸花生又方便又好吃又容易 所以粉丝朋友们 赶快把这个直播 like and share share出去 给其他粉丝朋友们看到 哎 黄阿姨回来了 他们也能够一起进来 一起的学习 怎样去做炸花生 对对对 我们花生要给它冲凉一下 等一下它没有开始 不可以太快 不然等一下 他们有些人不知道 所以粉丝朋友们 like and share 了吗 小美中午好 没有要有爱心 然后我们才知道开始了 要有爱心 爱心 整理 里封中午好 Yu In 中午好 Jasmine Good afternoon Seng Ai 中午好 NM 中午好 Abi 加午好 Bihar 中午好 Cui Wah 中午好 小美也是可以炸 酱鱼仔 它也是可以炸酱鱼仔 的 我们还没有分享 所以不要紧 我们先做花生 不管什么东西还没做的 我们有机会做 我们都会一个一个一个的做 给大家看 好 这样子的话 就大家预备好了吗 预备好了的话 就麻烦刷一排的爱心 上来 我们看到一排爱心 上来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 今天的直播啦 来来来来 大家爱心有了吗 OK 有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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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 魔力足咯 哈哈哈哈哈哈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是 不知道怎么 电脑的问题 怎样 我相信大家有刷 但是我现在看不到 有问题 因为我 我去点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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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心的时候 它会跑angry脸出来 嗯 我这个 因为要setting 可能有一点走掉 不过 我相信大家爱心 是刷上来了 我身体感觉到 大家很多的爱了 所以 没有 阿爸电话也很多 阿爸电话也很多 哈哈 我看到了 谢谢你们哦 爱你们 所以我们就 开始 我们今天的直播啦 嗨 大家中午好 我是黄阿瑜哦 今天我们来做炸花生 炸花生有很多好处 我们可以 炸了 放在那边 也可以配 凉茶 诶 所谓的凉茶 不是那种 放那个什么凉茶 是那种外国的凉茶 所以这个花生炸了 拿来配那个外国的凉茶 好吃哦 黄阿姨很婴哦 放一点姜鱼一盏 哇 很开心 很有味道 所以 我们今天来炸这个花生 首先我们要把它冲凉一下 我们给它冲凉一下 可以 有粉丝问讲 可以拿来用同样方法来炸腰子痘吗 可以的 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腰子痘你时间要抓 嗯 有可能还可以加 加一点时间 嗯 嗯 所以 一开始 就是把花生 放在漏斗上面 不要蒸泡 然后去冲洗它 然后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很省的哦 它的油会很省 所以我们用用去那个那个 那个 kitchen tower 拿来这样稍微抹一下 不要给它太多水分 就是滤干了之后 再用这个 kitchen tower 把它抹一下 OK 给它稍微抹一下 但是它还有剩一点点水是不用紧的 它不一定要很干很干去哦 嗯 这边有200g的哦 嗯 这里是200g哦 好 这里是200g啊 嗯 所以你你你不要太贪心 跟我放多多 放500g下去 你不成功的哦 OK 所以你不要太放太多 最好就是200g就是200g啊 对 200g多一点点OK的 它也没有这样小气 如果你多太多的话 它就生气了哈 嗯 嗯 所以要好好听小美的话哦 嗯 不然的话它就小气流就生气咯 嗯 来我们加油下来哈 油我们只是 好 我们喊加油 来 加油 加油 不是加油 是这个加油 啊 加油 来我们用这个油是它有炸鸡的哈 另外一种是煮菜的 这一种沙拉锅油是炸鸡肉的 所以这个是否炸的哈 拿来炸的哈 不一样哦 你们要看一下哈 所以用油的时候就专门找那种拿来炸东西的油 对 黄阿姨现在用的是这个牌子 但是其他本事朋友们你们可以用自己习惯的牌子哈 只要它是你平时炸东西的时候会用的那种油就可以了 40哈 40就够了哈 哦 炸东西就放40克而已就够了 40 我这个已经多了一点了哈 哦 哦 那我们就把它倒下来 哦 就这样倒下去 连油都不用热 不用 这样很方便呢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子哦 是这样 好 然后 然后我们去找它这个 炸东西的呢 这个 走 看 这个哈 炸花生的 你哪里变出来 你哪里变出来 你哪里变出来可以再来一次吗 可以再按一次吗 啊 Cookidu里面有了哈 啊那这里哈 哦就是 香烤花生 就去Cookidu里面 啊用小炒肉那些也是可以 只要有高温的就可以哈 一定要用高温哈 所以就是要进到Cookidu里面 然后找到它的香烤花生 啊所以他这里是说叫我们放一百个油 所以我们我没有放一百个油哈 哈两百花生我放了哈 ok 然后 就 把它弄均匀啊 把它弄均匀它 嗯 你要放这个盖盖 啊要放这个盖盖哈 他怕你那个油会跳出来哈 然后就ok了 然后就这里二十分钟 高温模式 就好了 啊 啊 所以这个就是高温模式 啊它自己会跟我们加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弄它哈 嗯 然后是tm5的话是要用什么setting呢 tm5它因为它温度不够高 好这个这个高温模式是用到它的温度会到一百六十度 嗯 那个tm5还没有到一百六十度它就有一百二十度哈 哦 所以啊你要用tm6来炸哈 哦 哦 所以就是讲如果要做这个炸花生的话叻 就tm5 就不够不够温度咯 啊不够了 就只有tm6了咯 对对 要用到tm6咯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它它在这边炸的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去管它等它音乐想起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拿这个花生来吃哈 所以我今天的因为还有二十分钟 我就做一个菜豆炒鸡蛋哈 嗯 因为今天还有时间 黄阿姨除了教大家怎样去炸花生 也教大家怎样做 这个叫我名字菜豆炒鸡蛋 是一个家产菜哈 啊家产菜 因为有也是有有顾客要求说 哎怎样炒菜豆炒鸡蛋 今天有够时间所以我就早上我有买到菜豆 我就赶快炒给你们看哈 OK 嗯 所以我们加入这个蒜头 哎它没有开啊 我们加入这个蒜头哈 蒜头你你喜欢你加多少哈 我我这里我放到三粒哈 我这样子放三粒哈 哎呦 掉了一粒 现在少掉一粒了 再加一粒哈哈哈哈 所以如果你要它破壳 不要盖先不要盖先不要盖先 盖其实也没有看到哈 你要它破壳的话不是 这个你就把这个放反转哈 因为我这个壳已经不掉了我少了一个步骤 我就不用不用给它破壳哈 所以我这里就啊五秒这里也给它放五秒哈 五速度五哈 我们的蒜瓣就可以弄成蒜末了 蒜蓉哈 蒜蓉就变成蒜蓉哈 变成蒜蓉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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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给它爆香哈 这个就给它刮下去给它爆香哈 这样子它就打成蒜蓉了叻 就最适合拿来做爆香炒菜的了了哈 啊 所以给它炒呢 这个就 那这一种是炒菜的哈 那有菜的 所以这个就是炒菜的了 所以大概放啊 15克这样哈 有够有够炒那个菜豆就可以了哈 嗯 所以15克的油炒菜油 所以给它三分钟 好 120度 是摊池 好 这边是三分钟 120度摊池 不需要反转哈 不需要 因为它没有东西好切 嗯 它没有东西好切哈 OK 讲回去那个炸花生那边呢 因为有粉丝问一下 哎 炸酱鱼仔一样吗 炸酱鱼仔 它的方形一样 时间不一样哈 哦 因为酱鱼仔它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熟 哈 不像花生这样哈 如果如果用 如果像刚才那样 我们用那个炸花生的那个 function的话 它时间定好了的 我们就不能够巧它 所以我们要快一点 我们就用另外一个 它时间可以巧的 哦时间可以巧的 哦时间可以巧的 时间可以巧的 对 嗯 嗯 嗯 它时间可以巧的 这样子的话如果是 酱鱼仔花生 能够一起炸的吗 不能够 嗯 时间不一样 不一样不可以了 不一样啊 时间不一样 我不可以先炸花生 一半半的时候再加酱鱼仔下去 所以这个菜多不是 刚才我很早就切的哦 它身体不是有很很干 不是 所以你要给它 泡一点水哦 不要不要整个弄到四四的 泡一点水就好了 这样子泡一点水就够了 给它有一点点水分 这样子 不要给它整个弄到四四的 也是不好 有一点点水分给它去炒 就OK了 然后等一下我会 然后它三分钟 爆香那个蒜头 然后我们 等一下只要 加一点点的盐 如果你没有吃鸡菌粉 你就不需要放鸡菌粉 你就放一点盐 然后泡一点水倒下去就OK了 嗯 嗯 你看它它爆香就 会有冒烟的哦 然后那个蒜头味道 就很快就出来了 有听到那个啪啪响吗 那个炸花声的 有听到啪啪响吗 嗯 嗯 嗯 那这样子哦 泡一点点水给它就好了 嗯 嗯 这样子 菜都很快的 只要炒五分钟就好了 然后你放下去炒的时候 它 你看到它剩下一分 一分钟半的时候 你就要准备你的鸡蛋了 不然太慢放下去的话 你要吃生鸡蛋 没有熟鸡蛋 你要吃生鸡蛋 因为时间不够 给它炒 够了 好了吗 嗯 好了 所以我们就把它 倒进去 我们就把它倒进去 所以它现在是爆香了 它爆香了 爆香了之后 我们就把 花阿姨走掉一下下 刚才我那个 鸡菌粉我放了 嗯 你鸡菌粉跟盐 放在那条味道那边 哦 鸡菌粉啊 哎呦 菜豆 所以我们把菜豆倒进来 嗯 这个菜豆是有放一点点水 有烂 没有 刚才因为我早切的 所以它比较干 所以我有给它 给它泡 泡一点的水分 所以如果是讲 刚刚切的 就不需要泡了 就不需要 刚刚洗好 切好 就不需要 哦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 湿的切菜豆 就可以放进去 啊就可以放进去 五分钟哈 五分钟 五分钟 Varoma 汤匙 防转 哎 啊对 五分钟 Varoma 汤匙防转 所以五分钟后 我们就有 菜豆吃了 好 不过咧 我们等一下还要记得放一个鸡蛋 鸡蛋 鸡蛋时间是要什么时候放呢 啊 你看到它一分钟半的时候 你就要准备了哈 所以这个是它上温了 就要倒进去的哈 这个是刚才放一个 盐 盐 鸡精粉 泡水的 你看它上温了 就要倒进去哈 嗯 暂时还没有 所以我们换一个鸡蛋 所以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 菜豆炒鸡蛋哈 嗯 那我们 我们 鸡蛋放下去炒的 不是 我们不需要 就要打到这样 闪闪的不需要 我们这样 咚咚一下就好了 OK 嗯 这样咚咚一下就好了 就好了 可以等一下 因为它放进去的时候 它小美还会跟我们去 帮它搅拌搅拌 这样子哈 所以就差不多把它打破一下就可以了 不需要把它打散 稍微打破它的蛋黄就OK了 诶 上温了可以换调味料了 所以像这样子它温度散了 调味料就可以放进去 然后等到它时间剩一分钟半的时候 鸡蛋就可以下了 所以一分钟半 因为我们在准备的过程 不是 嗯 我们放下去大概时间 只有一分钟多一点点 罢了 嗯 所以煮出来 就完成了了哈 好 现在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 我们回来看一下我们炸花生 怎样了哈 这边就是我们刚才的炸花生啦 所以刚刚进来的粉丝朋友们 如果你们有miss掉它前面的步骤 miss要怎样去炸的话 不用担心哈 我们都可以再看回去 这个重播 重播 我们炸花生是在这个直播前面的部分 我们教大家怎样去预备花生 油饭多少 怎样去启动炸花生的翻身 嗯 所以现在在这里呢 它花生是在炸着的了 我们只要等它多十分钟 我们的炸花生就可以出炉了哈 啊 所以放心你们没有迟到 因为多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香喷喷 美味好好吃的炸花生了哈 一分钟半就可以准备准备倒了哈 嗯 然后炒菜都剩一分钟饭了 一分钟饭了 一分钟饭了 一分钟饭的时候 我们就要准备了 所以你这样开盖啦 然后你这样倒下去啦 因为我们的动作会比较慢啊 等到我们要倒进去的时候 大概只有剩下一分钟 多一点点而已哈 嗯 这样子哈 所以炸花生 所以今天炸花生了之后 粉丝朋友们也一起学到 怎样去炒 怎样去炒菜都哈 嗯 现在时间剩一分钟五十秒哈 再多二十秒就到一分钟饭了 如果说你要放多鸡蛋的话 你就要提早一点放下去哈 因为如果两个鸡蛋的话 大概也要两分钟它才会熟哈 嗯 嗯 所以这样子哈 你放的时候你尽量不要把它倒在中间哈 你尽量给它放去旁边下哈 啊 给它旁边下哈 啊 给它去炒 这样子哈 带回去 嗯 它又继续煮哈 好 好 那时候就熟了哈 啊 它又继续煮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直播很划算哦 只要进来一次直播就学两样菜 煮两样哦 OK 又学会怎样去炸花生 又学会怎样炒菜都哈 喂哦 它它它它炒菜都是一流的很好用的 它炒菜都炒出来的又很很嫩很好吃 又不会讲油油的哈 嗯 而且它因为温度每次都控制到刚刚好炒出来 我清清色亮亮的 没有讲很多油烟那种哈 而且都可以凭你自己的喜好来控制它 你要它要软啊还是要它硬 像是这个recipe是比较比较凉的哈 比较凉凉的哈 比较凉凉那种哈 如果你要好像说你要它呃 我懒惰咬 我必要这样凉凉的 时间加一点就OK了 嗯 时间加一点的哈 像是如果你吃菜豆的时候 你喜欢那种比较脆的就是这个recipe 然后你喜欢比较软一点的 你就加多一点时间就可以了 很容易的而且都很自由的 对对 然后粉丝朋友们也可以听得到 我们黄阿姨的日常用语 比较脆的菜叫做比较凉凉的 凉凉的 哈哈哈 我之前我去到有一个 我有一个朋友的家 他因为他是家里有两个 家里有两个 两个啊 爷爷跟奶奶哈 所以他也是有用这个小美哈 他就两个 两个爷爷跟奶奶两个用哈 他孩子买给他们用哈 所以 有一次我到他那边 他就 爷爷奶奶在那边 呃玩这个小美哈 然后奶奶在那边煮咯 爷爷爷爷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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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了煮了 煮了煮了 奶奶就叫 阿哥 肉麦咯 肉麦咯 哇来 肉麦咯 阿婆去煮了煮 煮好了咯 原来你知道他们煮什么吗 煮小米粥啊 哦哦哦 他们两个哦 两个差不多 我看过去大概有七八十岁的人 很开心他们两个很 好像很温馨那种 哦哦 我看到他们很爽哦 他们两个在那边玩小美哈 他们也是会用哈 嗯 他拿来煮小米粥哈 哇 嗯 嗯 这样子的哈 嗯 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 呃 这个是菜豆炒鸡蛋 你如果要鸡蛋多一点 你也是可以加多一点鸡蛋哈 嗯 然后如果呃 有粉丝问讲如果炒鸡蛋要放多久啊 鸡蛋它鸡蛋啊 它很快熟的 你给它给它 它比较稍微多一点水分 三分钟半就可以熟了的 如果说你要吃硬的 你就三分钟半 如果你要吃软的 你就给它放五分钟哈 嗯嗯 这样子啦 鸡蛋是很容易熟的那种 所以小美可以带一家人很 很开心的那种的生活哈 嗯 很爽的 如果家里有小美 我们都可以拿来用来煮啊 什么 一家开开心心吃你喜欢吃的东西哈 嗯 这个就是 软弹 踏当 这橘子 菜豆 菜豆 筹 鸡蛋 송 虽然这个不是今天的主角 不过嘞 我们菜豆炒鸡蛋好了哈 啊你不需要太多油的那种哈 大概你放到一汤匙是十个g 如果说你要它油化一点 你就给它放两汤匙就已经很够了 如果平时这样就大概一汤匙半就够了 这边我也不知道这里有多少菜豆 刚才没有称 就是这样一旁 够我们一家人吃了 OK 就是这样子很容易煮 很省时间的 然后你就不用做到很忙 我们小美是给很忙很忙的人用的 因为怎么呢 如果你做工回家 你就米饭丢进去上面蒸一个鱼 还是蒸一个肉 然后再上一层就蒸一个菜 等你凉虫好出来 你就可以吃了 这个德国人是做给很忙很忙的人用的 如果说平时没有这样忙的 你就可以做很多那些面包啊 做什么酱料啊 小美通通都会跟你做 它就是很方便在你东西setting好了 你东西放进去了 剩下来的小美都会帮你做了 你都不用再担心了 你看我们太多炒好了 它还有三分钟 像是这个炸花生 我们刚才放在那边让它开始炸叻 剩下来的时间 我们拿去炒一个菜豆 我们都不用担心这个花生 花生怎么样了 烧焦去 你不用怕它烧焦去 你不用怕它烧焦去 它会把你照顾好好的 我们都可以就是把这个花生交给它了 对 还有两分钟 所以很容易 有没有人有炸过花生这边 有没有人有炸过的 那天是有人要叫阿姨炸花生给你们看 所以今天我就炸给你们看 因为黄阿姨其实很想要炸花生给大家看了 只是讲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的计划排着 都有一些新的菜要煮先之类的 所以都排到今天去才终于炸到花生 才排到花生 所以星期三大概我会 有想做那个chicken pie 我有想做chicken pie 所以明天我又飞去KK了 如果有做的话 大概是在KK那边做给你们看 做chicken pie 我做的那个chicken pie是小小粒的 我的apple pie 我是做这样种比较大盘的那种apple pie 来切来吃的 chicken pie我是做小粒的 就好像用那种蛋挞的那个碗来做 比较喜欢很cute的那种我很喜欢 所以我去上我可以做给你们看 所以粉丝们听到了黄阿姨在偷偷预告以后的食物了哦 大家可以期待啊 因为有很想做的哦 也很想做的哦 就是还没有排到台以后 如果说明天我过去 如果在那边我有足够材料 我就做做给你们看哦 有粉丝炸过姜鱼仔很脆又很方便 嗯很厉害厉害 对哦 给你一个like 给你一个like 很赞很赞 两个like 哈哈哈哈 我也是有炸过姜鱼仔 不过因为也没有很长炸 有粉丝问讲这个小美现在是多少钱一架啊 现在是7488 她现在7488的话 因为她还有送一个煮窝给你哦 既然说她取了500块 不是她还有送多一粒这个煮窝给你 我们只要加98块 我们只要加98块 她给你这个整粒 一整套给你 有盖 有那个煮饭篮子都有 嗯嗯很划算 这一次的 虽然讲她有取一点点 可是公司还是有有offer 她会给我们 有给我们多一粒煮锅 我们一粒煮锅大概要1000多块 你看你一听到她声音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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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把它油把它打出来 然后它只有用到一点点的油 所以看一下我们这次炸东西就用这么多油 所以这个油你也不用烦恼说 要怎么样我们没有留 不用留就一点点也不用这样炸腌 因为平时如果我们用锅来炸的话 我们用的油不止这么一点 炸好了之后我们都会想一下 哎呀这个剩下的油怎么办会晒腰 用小美的哎呦哪里需要当心 那个油几滴而已要用好了就耶 我们就有很好的花生哦 都不用去烦那个油了哦 对对对 所以这个这个要给它吸掉那个油 我们不需要那么多油 我们怎样吸呢 我们就放那个吸油纸 我们放吸油纸 这样摇一摇 它那个油就会给它吸掉了 看到吗 所以等一下你吃的时候 你的花生就会干干的哦 嗯 这样子哦 嗯 所以我们吸一尺不够要吸两尺哦 要吸两尺 嗯 不过在吸油之前呢 也给它也就给粉丝朋友们看一下 我们的成品了 这个就是炸花生啦 是不是很美叻 炸到美美的哦 净啦净啦的 啊所以你再 因为它这个油 所以它这个时间温度就是控到刚刚好 啊刚刚好 它炸完出来了叻 它就是这样子美美的了 你都不用担心会不会炸黑掉啊 还是什么呢 对对你不用去顾它哦 嗯 没有我们现在 再放一个纸哦 我们再放一个纸 就这样子咯 我们吸两尺 它就 它的油就大概给我们吸到七七八八了 这样子 好了 嗯 这这样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 小美炸花生啦 然后就是撒一点 然后就可以 可以配你喜欢吃的东西 嗯 照黄阿姨的讲法 就是花生这样子炸出来 吸油纸放一下 油吸一下 绿一下 放一点盐 就可以配阿摩凉茶一起吃啦 哈哈哈 大家应该知道阿摩凉茶是什么意思哦 哈哈哈 黄阿姨很喜欢喝阿摩凉茶配这个哦 哈哈哈 OK 这样子啦 啊 如果是酱鱼仔的话是炸多少分钟啊 酱鱼仔我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要看回去 看回去 所以不好意思啊 黄阿姨需要check回去才能够回答你这一题 不记得酱鱼仔要多少 所以今天有两道了哈 所以今天有两道哈 是不是都很美嘞 搞定咯 耶搞定 大家来拍照 大分钟 大概二十分钟就有两道了哈 嗯 OK 来大家准备拍照一下 一 呃 这个是主角 今天 这个是主角哈 这样我拿近一点点咯 这样我这个 这个饭 这边 大家还可以看到 嗯 还是可以看到 然后 嗯 这样子就看不到了 看不到了 看要看哈 啊 就一起啦 一起啦 就都还看得到呢 那啊 OK OK 来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炸花生 跟 嗯 那个 菜豆炒鸡蛋 来很美 哈 来我们拍照啦 一 二 三 再来一张 一 二 三 OK 好 嗯 那个 一次最多可以炸多少gram呢 发生是吗 啊 对 哦 我是 两 两百 嗯 两百 两百就一大盘了 啊 就是 两百就两百 哈 啊 两百 因为这个素 特别这个油炸的 function 它数量不一样的时候 其实 嗯 有时候会有一点点的 对 它如果你如果数量 啊 没有 没有照它差太远的话 它 不成功哦 因为它不要 它 它要保护 它那个 safety 哦 所以它不要哦 OK 所以你就是 两百 大概出一点点 OK 不可以 太多哦 呀 所以这个尽量就是要控在两百以内了 当然 如果就稍微有慢一点进来的粉丝朋友们有 miss 掉前面的步骤的话 你们都还是可以再看一下这个重播哦 嗯 所以没有问题的 很方便 很方便 可以给它炸 呀 很快就炸好了 这样饭了 会吃好几天 呀 会吃好几天 只是讲 tm5就没有这一个 没有这个高温的反省了 所以 但是 所以这个需要用tm6咯 嗯 那是我全天炸的 呀 炸好的 keep在那边 就可以这样子 有空有空慢慢吃一点一点吃 这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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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了 ok 这样子的话 今天我们直播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粉丝朋友们的支持 所以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还可以在这个 都可以 都可以在我们comment下面再继续问 我们看到的话都会尽量的回复 有什么 额外的东西是想要了解的 也可以继续的 text 黄阿姨 然后想要了解小美的话 就可以在那边留言 pm 我们whatsapp 我们都可以 我的电话是 03条18501788 嗯 ok 好 谢谢你们 谢谢粉丝朋友们 拜拜 我们星期三见啦